最近聽團出酒後 和立場台灣完成鎮壓新動物 比劉浪高和攻擊士的屬性 先為台灣保有工作上一大困擾 農業部立正選頂 在一集中了民間三鄉頂的部分創立 幾位要推動遊黨全右部 引用風暗 第一場集團會來到一集上公訴基盤 所以民進行來用 並希望各在黨的立場 處理7番風暗的共識 農業部幾位 要在酒後新台責區 來推動劉浪高 由保和人用的種類補助方案 由管副和挑戰方法 付出生班第一頂位做訪問 就來到一集上公訴 要這集環境的立場 正來後上討論並聽出建議 總委會他針對 我們台灣人生種的 特定的人生動物 就石斧的一個保育區 跟遊蕩犬之重疊 造成那個犬吃犬殺的一個現象 越來越多 那農委會希望說能夠結合在地 看如何來處理 來做一個專案計畫來示範 我們是建立說 農委會那邊既然動保團體 這麼愛有愛心 就是說希望他們跟農委會那邊去配合 看有什麼比較有效的處理方法 怎麼樣讓這個流氧犬之來做一個減量 那透過造冊 再來就是這個去加訪 去控制一下我們流氧犬之的一個數量 那一方面也鼓勵任養有一些獎勵金的一個措施 回到台北婚議會里長都覺得很困難 因為流氧犬過減不走也不走 說到政府用重金公立民眾多多人用的政策 也覺得效果有限 你譬如說獎金方面你有沒有還沒有確定 你還沒有落實 你都做沒有確定的事情就要來執行 我是覺得這樣子對我們地方 對我們里長來講要執行的話 也是有造成困擾 是不是針對民眾的愛心 那我們就把它收養到家裡面 而不是說民眾我們就拿著食物到戶外去餵養 就等於說我們將我們要去做的愛心 我們就是坐在家裡面 我們把遊蕩在外面的那些犬隻 我們就量力而為把它安置到我們自己家裡面 做談會只是一個初步的開始 然後後續的執行我想 工作也會配合里長 里幹事 或者是里林長的一個系統 能夠造冊 能夠讓防治所這邊來做一個追蹤 東亞保育就驗救救後 在台灣完新中亞新動物 比流浪高共濟地數的經驗一直發生 幾位在南道館內一集中了 民間三位鄉頂的部分創立 推動流浪高有保人用方案 但了解地方民情的創立中 都覺得困難得這麼大 謝謝你們 谢谢大家